這個ABC就是用來Keep Fit之用的 這個紅石柳汁就是用來抗氧化 這個發酵野嬰莓汁是可以用來過血壓 保護眼睛的健康 而最後這個乳酸青莓汁 就可以排毒和長度健康 Hi 大家好 我是Iko Law的Iko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手上的營養補充品 其實這四包營養補充品 我都會每日喝的 稍後我會分享一下我每日什麼時候喝 和喝多少 這個為什麼我會推薦給大家呢 就是因為果汁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不可以一早炸定的 是要先炸 要馬上喝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炸完之後放雪櫃 可能放了一兩個小時後 你再喝它 其實它的營養已經會流失了 你不炸完之後 不是馬上喝 它就放下去了 它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了糖水 沒有了那種水果的功能之餘 還會令到身體會肥胖 所以我建議大家既然這麼忙 又沒有空用炸汁機炸汁 所以就可以喝一些營養補充品 通常我會喝的是Dorami化素 這四種 有這個ABC ABC果汁用來減肥 然後這個就是紅石榴 用來抗氧化 另外還有這個發酵野鷹莓汁 它就可以令雙眼健康 因為我們經常對著電腦 另外最後這個 這個就叫做乳酸菌青梅汁 是用來幫助去廁所長度功能好的 首先說了這個ABC汁 為什麼它叫做ABC A就是Apple B就是紅菜頭 C就是紅蘿蔔 它裡面的紅菜頭味道其實不太重 因為我自己比較怕紅菜頭的潔味 它的紅菜頭裡面就不太重 不喜歡喝紅菜頭的朋友 這個是非常適合的 它的功效是可以抑制脂肪形成 亦可以控制體重 蘋果裡面含有果膠 有很豐富的膳食纖維 可以阻隔到脂肪的吸收 平時我自己會胸肚飲 早上喝一杯 其實喝一杯我自己也足夠 因為我比較細食 但如果未習慣的朋友 可能會早上喝一杯ABC汁 再加兩隻雜蛋 紅菜頭桃餐 紅蘿蔔都有抗氧化的物質 可以抑制內臟脂肪形成 所以味道也是容易令人接受 因為紅菜頭不是佔很多 大概是14% 倒出來給大家看看 大概有一杯 其實這個份量已經足夠了 我試一試味道給大家看看 它是少少甜的 但不會過分地甜 是欺負到好處的甜 到這個紅石榴 這個紅石榴 其實是我最愛的飲品 因為很多韓劇的女主角都會喝這個神石榴 裡面可以抗衰老 可以保持皮膚彈性 還可以防高血壓 降血脂 糖尿 可以保持皮膚彈性 不要貪心 一日一包就夠了 這個就是我平日 早餐會喝ABC 下午我會喝這個 這個我會怎樣喝呢 會連沙律一起吃 下午我會吃沙律 如果那陣子想保持皮膚彈性 這個比剛才ABC的顏色比較深 好 試一試味道 這個是有少少紅石榴的酸酸甜甜的味 剛才ABC有很大股蘋果的甜味 這個是有少少酸梅湯的酸酸 但不會酸到令人打爛 我會介紹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發酵野鷹莓執入 比韓國人叫做什麼呢 叫做不老妹 然後說髒話 平時我們對著電腦 或者對著手提電話多 眼睛其實都比較累 而且我整天都長期紅 因為我對著電腦太多 基本上18小時都對著電腦 對電腦都對著電話 我們做網購通常都是這樣 這個裡面有金棧花 可以清熱排毒 亦可以令皮膚敏感的朋友 都可以解決到 因為它可以清熱排毒 而且它可以解決到失眠 神經緊張 而且都可以幫助控制體重 這個我會下午茶的時候喝 下午茶的時候喝 這個也挺紫色 因為它是野莓汁 倒出來有點像紅酒 我覺得它 好 我們試一試 大家看到它 有點像紅酒的顏色 剛才我喝下去 我覺得它有很重的金棧花味 如果喜歡喝金棧花的朋友 可以當作涼茶 我覺得這個是很適合大家的口味 它味道不甜 一點也不甜 是有一點金棧花的甘味 不是甜味 是甘味 我每天下午茶的時候 就會喝這個 可能再加半塊麵包 最後這個 這個是乳酸青梅汁 至6月的時候 韓國人很喜歡把青梅 釀製成自家梅酒 韓國人會用青梅做醬汁 它可以改善長度的健康 可以預防便秘 可以保持長度 可以排走毒素 這是晚上的時候喝的 晚上的時候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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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和下午都吃差不多 如果想KF的時候 我下午喝紅石榴 再加吃沙律 到晚上我都會吃飯 但還是吃半碗飯 但菜我吃很多 好像一隻牛一樣 主要是吃菜 肉大概是半碗飯 就可以了 好 試一下這個 這個喝下去好像梅酒 但它完全沒有酒 感覺好像梅酒 因為它有很多青梅 這個也挺清甜的 聽我介紹完之後 希望大家都懂得去選擇 合適自己的營養補充品 這個ABC 就是用來Keep Fit之用的 這個紅石柳汁 就是用來抗氧化 這個發酵野嬰梅汁 是可以用來過血壓 保護眼睛的健康 最後這個 乳酸青梅汁 就可以排毒和長度健康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件產品 下次見 拜拜